以为生活是谈死水 但是有意带他去看了蔚蓝的大海 近日格读养老院的格事儿这个账号火了 视频中的老人以一种平和轻松的情绪 为当代年轻人经历的困惑提供慰藉和经验 一时间治愈了不少的年轻人 而身在养老院之中的老人们 也在日月流逝之中救赎着对方 与前妻离婚以后被送来养老院的鲍勃爷爷 因为生病左半身无法动弹 情绪无比低落的他 每日只是坐在床边不与人说话 他甚至想过用一把剪刀结束自己的生命 看出他的低落 大家便带着他一起拍短视频 在友谊的陪伴下 鲍勃爷爷终于放下了心结 快乐的说出 从此我又站起来了 于是长久不出门的 鲍勃爷爷萌生了去看海的想法 就这样 坐着轮椅的鲍勃在另外两位老人 一声声 走鲍勃看个海去 看到了象征自由的重生大海 但是这并不是养老院唯一的故事 人到一定的年纪 面对孤独和生死总会有些恐惧 在这里经历过病痛和重获有益的老人们 用短视频演绎着对过去的回忆 对未来的憧憬 对生死的豁达 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谁的父母谁的爱人 只是他们自己 如果生活给你重击 你可以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或许能够有新的力量